主席院長投給自己是選項之一嗎? 是嗎?有這個選項嗎? 團體團出可以投給不同人嗎? 今天早上我跟江錫辰委員很榮幸來拜訪我們民眾黨 黃國昌委員、總召以及民眾黨八位委員 民眾黨這個安排非常的貼心 先讓所有新聞界大家拍照之後 新聞界離開我們閉門會議 結束之後再接受聯合採訪 這個安排既貼心又細膩而且效果又卓著 我們在裡面溝通了國會的改革 在於黨未來能否大家聯手 滿足廣大台灣人民的需求 以及人民的期待 我們溝通的幾乎是無話不談 而且所有公共的意見都說得非常的徹底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說密室協商好像有利益勾結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當今的國民黨是在演的 我們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我們只有無比的真誠 來跟民眾黨來交流意見 請各界不要用負面的思維來看這一場良性又健康的拜會 期待跟民眾黨八旗立委在未來立法院 新國會 新改革 新期待 我們能夠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現 滿足人民對我們的期待 謝謝 想太多了 2024年2月1號開始 我們十位立法委員 就是同班同學 若干年之後 我們有一天會離開立法院 回想這一段 既甜蜜 又緊張 又刺激 又幫老百姓滿足了很多需要 又帶動了國會的改革 真的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 我是抱持著這樣的一個觀念來 真的是三觀正確 那也非常感謝國昌兄跟民眾黨的八位立委 也都同樣能夠接受這種改革 這個很棒 謝謝 今天他又不會敢給我談到單一趙偉智 沒有 我們就談到國昌兄前面所提的四項改革 大家互動共識都非常的好 謝謝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就 就差不多了 好 來 說到現在抱一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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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多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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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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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民眾黨黨黨黨黨黨辦公室裡面 跟八位委員當選人 有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大家坦誠的交換意見 那我感受到 台灣民眾黨 對於台灣未來發展的關心 對於國會改革的堅持 那我過去 事實上我也很重視 國會改革 雖然 我當立晚院院長也沒有提案前 所以 所做的是有限 不過 我想大家的理念都是非常一致 都是希望 對台灣的民主鞏固 或者說國會改革 或者是民主深化 大家都希望能夠盡最大的努力 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國家 我想這個是 我感受到的 我不知道他們同意不同意 但我感受到 真的是 大家非常坦誠 然後他們對於理想非常堅持 我在這邊特別向台灣民眾黨的 這個黨團 這個八位新當選的委員 先進來來表達敬意 我想 最主要 大家 在交換意見的時候 大家都是以 台灣的國家利益 放在中間 要怎麼樣讓台灣更好 所以我深深感觸到就是 我們年月十三號投票之後 到現在 到今天剛好是半個月吧 那半個月後 選舉的激情就會慢慢淡化 那大家應該要思考 要怎麼樣團結讓台灣更好 所以 我記得過去曾經有人講過 就是說 政黨利益放兩邊 台灣的國家利益要放中間 我想未來應該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這個經過 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就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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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大家拼拼拼拼拼 那選後 經過一段時間 大家慢慢就是 讓這個情緒過去 讓社會就平靜下來 大家共同來思考 讓台灣怎麼更好 那其中 國會改革 當然對台灣的發展 台灣的未來 是非常重要 那我未來如果有機會當選 立法院長 除了我個人非常贊成之外 在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如果是 扁於立法院主治法第三條的規定 就是說立法院長應該執行中立 應該維護 維護 還有資訊 還有處理議事 這一些原則之下 這個法律規定的原則之下 我也會朝向我 我講的 我認同都是我支持的 這個 來賣進 賣進 當然我還是要嚴守 立法院主治法的規定 我就這樣講 謝謝 院長 中午有發一個聲明 那這個聲明 是 這個 服務改革的4加1的條件 全部都買單了嗎 那中午的這個聲明 有沒有跟民進黨來這邊 來討論過 他們有同意嗎 我想這樣 我剛才講 在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個是我個人 我個人表示支持 他不是代表民進黨 就這樣 我 從來 我當前省議員到現在 今年已經超過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來 我對台灣民主 或者說 這個 衝破黨禁 或者國衛改革 事實上我有一定的想法 包括 應該最近 現在有看到 民進黨在二雷七年 通過二階段憲改 那裡面有總統制是這樣 內骨是這樣 那 這些看法 事實上 在我的 這個 腦機裡面都有 只是我 當院長 就要有當院長的樣子 要依 立法案主治法來審術 如果說 我去 如果說我去 就過去 比如說我當省議員的時候 我不是院長 當然我就不會放手議員 所以 完全不同 就是說我扮演什麼角色 一定要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院長 如果教一下單一招委 如果這一會請 你覺得他有幾次 是嗎 我想 這個 單一招委的部分 這個還是 不是我個人 因為我個人沒有提案前 我只能講說 我個人 覺得這個是好 因為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單一招委 不過 就台灣來講 你採取單一招委 可能會小黨的利益 因為 雙招委的話 會照顧到小黨 它最最重要就是要在委員會會平衡 它有缺點也有優點 就是說 如果 朝委的政黨會都照顧到 然後會不會比較平衡 如果單一招委的話 那 執政黨或者多數黨 它會 全部 全拿 全拿以後 很可能小黨的意見 小黨的政策 會被 會受到忽略 就是說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那基本上國會改革 我都支持 是 要進來 到 很明顯 是 要進去 感谢观看